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的天堂 而J8作为尼康新一代无反相机的杰作 塞满了尼康各种最新的黑科技 这一次无论是驰骋在草原上的猎豹 还是栩栩如胜的大乡家族 J8都能帮我捕捉到最精彩的瞬间 先来看看我们这次都带了哪些镜头 拍摄野生动物必须有一只称手的超长焦 这次拍摄的主力就是尼康J卡古的800钉 相信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这只800钉是一只轻量化的超远色镜头 也是目前尼康J卡古中焦距最长的一只 还配了一只奥斯200作为日常挂机拍摄 从广角到长焦的全覆盖 不管是建筑 扫街 人文 旅途记录都不在话下 而且在800钉反应不及时时 570克轻便小巧的镜身还能帮我快速捕捉近距驴的动物 同时镜头内搭载高效的VR减震再配合J8内置的五轴VR减震 仅需首次就是我日常花絮视频拍摄的主力 绝对是旅途中一镜走天下的神器 最后我还带了一只85 1.2 作为人文拍摄或是夜景等需要大光圈场景的补充 相比于市场上常见的800钉 或者之前尼康F卡古的800 5.6 这只镜头的质量和价格都只有他们的一半左右 直接打对着 这对我们的臂力和钱包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虽然光圈上小了三分之一档 但这枚镜头是尼康现在第二只青春镜头 画质自然不用担心 这体积和重量上的巨大减轻 让首次800钉的拍摄变得越来越细以为常 这是我坐在船上首次800钉拍摄的画面 还能持续索焦 放在之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所以这次的拍摄工作流非常的便捷 一台J8挂800作为主力动物拍摄 一台J8挂20-200做环境的记录以及补充拍摄 85钉则负责主要人们的记录 完美的搭配 这一次HLG植出的HIF格式 则是给我不小的惊喜 最主要的是效率 一张全尺寸J8HIF照片的体积 甚至只有6兆 和RAW相比 可以说是用更小的体积 占用实现了90%的基础性能 能让我更有效率的直接用手机触图 说了这么多 大家也能发现 无论你是专业的摄影师 还是摄影爱好者 这把都是你优秀的选择 让你不再错过任何精彩的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